国当地时间5月13号下午3点 王源终于出现在了所有翘首一盼的媒体和粉丝页前 别往前 别往前 王源看到大家这么多人接机感觉怎么样了 很开心 开心 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这么多人吗 对 那对这一次嘎那之行有没有什么期待 对吗 我有 有没有什么期待 反正这一次是作为一个新京电影人的身份受到了邀请 所以觉得非常开心 因为表现自己最好状态 虽然咱王源年轻有活力 可说实话 这趟行程还真是有点辛苦 首先飞过来它就花了27个小时 后来因为当地下雨 飞机还在天空又盘旋了一个小时 才最终落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太热情了 我都有点懵 你坐了27个小时飞机累不累啊 说实话 累 谢谢 谢谢 但是真的很开心 因为这次能受到邀请来到嘎那 这是一次很难得的机会 然后就从奥克兰飞过来就还是很荣幸 很开心 谢谢 这次做什么计划呢 这次计划 我 对不起 就是工作安排 太多了 我没记不太清楚 对不起 可是今天母亲姐给妈妈打电话了吗 打了 还说要给她买礼物呢 买什么呀 我还没买 我准备到这边 准备到这边有时间的话逛逛买一些她喜欢的东西的 你会跟冰冰姐见面吗 我不知道冰冰姐的行程 但是如果有时间的话一定会 她有没有给你传授一个 哎 同款钱怎么准备呀之类的 这倒还真的没有 但是我不知道到这边之后冰冰姐会不会告诉我 因为我还挺窃场的 有没有先自己想吃早饭什么的 哦 没有 这次来就是工作很忙 所以先得把工作选得做好 然后还有机会做其他事情 谢谢 谢谢 非常谢谢大家 真的 谢谢 好了 我们往后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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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小心 大家让一下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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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小心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尽管阶梯现场人多导致有些混乱 但王源始终紧紧钻住手中的钢铁侠花束 而这个花束就是眼前这位 专程从伦敦飞来的小汤圆送给她的 是王源喜欢钢铁侠 是吗 他觉得自己要成为一个很刚的boy 他不是要成为一个很有钱的boy 这是自己玩的还是在哪买的现成的呀 这是我从伦敦带过来的 就在伦敦那个牛津街里买的 而特意飞来音源王源的可不止这一位小姐姐哦 那你从哪里来呀 意大利 巴黎 伦敦 我从德国 法国王日 从法国里 你学什么专业的 我学法律 我学化学的 法语 太好了 那用法语跟小源说一段心理话 Roi wang bianveni agana 王源 bianveni agana 你学什么专业的 意大利语 Bevnudo 圆圆 你学了什么专业啊 化学营养学 化学营养学 那对于王源的营养有什么建议吗 希望他能 他不是失眠吗 睡前半个小时可以吃个苹果 或者是在水里加一点醋 会比较有助于休息 那作为校友的话 对他有什么寄语在学院上 有没有什么建议 化学 算的还是别学 那你接着他应该写个什么专业 对他将来的发展比较好 我觉得他现在就挺好的呀 就学表演了 希望他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没有别的希望了 开开心心就好 优惠成娱乐 好好的从这些地方过来看我 谢谢谢谢 真的可以了 谢谢 嘎那报道